小孩子的红包 基本上就是可能 他爸爸会给他嘛 然后他阿嬷也会给他一包嘛 阿嬷一定是很大包 如果有其他亲戚来 也会再包给两个小孩 就各一包这样 然后我过年的时候 我也会要求就是 我前夫要包红包给我 我是主动要求的 那先讲我的部分 因为他说你没有上班 我没有上班 然后我就说你要包红包给我 然后他就会问说 你希望包多少 我说那不然你至少两万好了 对所以我就要拿那样子的红包钱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没有上班嘛 所以我就是 其实他本来是要给你20万的 他觉得赞到了 黄医师我觉得你 还没有学会谈判的技巧 我那时候很弱 而且我那时候很穷 所以我看那一点点钱 就觉得很大 对不对 你都跟他讲个20万 蛤你四十大开口啊 对不对 我才准备12万 所以我就给你很麻烦 对不对 好像那时候就是还没有上到这样 对然后那个 然后我记得就是包给小孩的红包的话 前夫不会包太多 其实因为那时候非常小 可能就是刚出生 或者是 所以他可能一包里面才2000块 然后可能阿嬷给的也许多一点 就是6000比较吉祥的数字 然后就是他们就是会给他红包 然后小孩子那时候已经会拿 就拿着红包 然后大家一起照一张相 对 然后之后前夫就把红包收走 哈哈哈哈 真的喔 那其实那时候我蛮震惊的 对 因为我本来是 因为我那时候很穷困了 然后老板想说 那之后我这红包钱我就收走了 我本来是想要收走的 结果没想到在我收走之前 前夫就把红包收走了 怎么这么厉害好快速度好快 对所以其实我 那我就会说 那那个红包钱不是通 一般的家庭都是妈妈收走吗 为什么我们家是你收走啊 我就跑去跟前夫讲 然后前夫就说 妈妈收走跟爸爸收走 有什么不一样吗 反正都是我们的钱啊 这个厉害这个厉害 那你变成我 这个是逻辑学了 对那变成我不能反驳他 所以他就就他 那他就把钱收走了嘛 那我就是没有收到那笔钱 那离婚之后的话 小孩子呢 对不起对不起 那爸爸包给儿子的钱 爸爸拿走了 那婆婆包给儿子的钱 也是爸爸拿走了啊 事实上我跟你们说 我们那个结婚的当天 不是有那个凤茶吗 那个新娘的 吃茶的钱 不是你凤茶之后 他就会红包放进去 那一堆红包他们也拿走了啊 我也没有啊 那个不是女生的吧 那应该是归你的吧 对啦 所以就说 我就变成还要经过诉讼 来讨这些钱就很累 但是因为诉讼中 我就不方便再多说 我的意思是说 我连那个红包的钱都没有拿到 那如果愿意的话 你可以重来一次吗 你说重新凤茶 如果可以重来一次 我就自己全部要收好 就是当天不要想说 看别人的眼光 就是收完茶之后 自己回到自己的那个新娘房里面 就要把这些红包的钱通通抽出来 数多少钱记录 然后存到自己的 因为其实我们都会教新娘说 奉茶完 我们没有请婚顾 不知道 都一定要找一个女方的亲友 负责收红包的 所以通常我们茶盘 给那个亲友之后 他就很快的就全部都收起 然后就是订婚结束之后 他就会给新娘这样 因为那个红茶集 是什么阿姨阿阿哥阿什么 那个钱很多 那个都很多钱 那都大包欸 那都大包欸 我都放不中这样子 很可惜 做新娘没减厌啦 哈哈哈哈 因为自己前的观众要注意 哈哈哈哈 所以新娘子都不好意思嘛 对不对 大家喝完茶了 放回去 然后你就端进去 看人家想说 我那时候也在想说 那这些钱要怎么处理 因为刚好我的伴娘 都是我的学妹啊 那他们可能因为是 学妹学姐的关系 就不是家人的关系 就想说 也没有帮我收拿这个钱嘛 没有很信任的 对然后就是我们就看着 然后看了之后 因为时间很赶啊 然后前夫就说 那不然就是这些钱 就先拿去保险箱锁起来 我想也对啊 可是锁在他的保险箱 哈哈哈哈 哇真的 难怪富豪是家 然后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当下会觉得 因为当时候我是医生 然后我有赚钱 我不会觉得红包多少钱 这件事情很重要 好像需要跟前夫斤斤计较 可是有天后来我会没有钱啊 所以那个红包钱就相对重要 我有一次就是讲到说 我去长庚医院 然后都没有钱 对吧 连看病的时候 我要付小孩的钱都已经 那个存款 那个账号 他给我钱的账号里面 都只剩几百块钱 那时候我还跟他讲说 那我现在都没有钱 如果你 你到底要不要继续汇钱给我 如果你不继续汇钱给我 你把那个红包钱拿出来还给我啊 他可能已经花掉了 我已经动脑筋动到那个红包钱了 所以今天看到这个红包的议题是说 对啊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红包钱 因为他可能就是救急的那一笔钱 那你现在五岁的小孩 你怎么管理他们的红包 所以我其实一直觉得 小孩子一定要给他金钱概念 所以我们现在小孩 阿嬷也买包嘛 来嬷也买包嘛 对对对 像就是说 过年他买包嘛 那个前夫 前夫因为是去他们家的 所以反正不会有任何钱回来 所以我不知道 他们包给他多少钱 反正过年是会有分配 就是会去 可是我从来没有看到 任何一包红包钱回来 那问小孩的话 小孩子是说有包 但是他回来钱就收走了 那就变成是只有我们这边 包的钱给他 那原则上我就是希望他还是建立一些金钱观念 所以比如说他也许一个人 说这一次的过年就收到一万块的红包 那我就留两千给他 那他手上有一个 有一个红包带 然后里面是有钱的 他知道他有钱 我说你可以想想看 你两千块你之后想要做什么 然后所以他们就会一直把他放在床头 然后想说要去怎么用这个钱 然后会告诉他说这个钱呢 是要很辛苦赚来的 比如说妈妈是要有出去上班工作 我们才有钱 我们才能够 你才可以买玩具 你才可以吃你喜欢吃的东西 所以我的小孩会说 妈妈你要认真上哇哇哇哦 这样我才能 他真的这样讲吗 真的我小孩会这样 妈妈你要认真上哇哇哇 这样我才能去买玩具哦 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互动 妈妈真的很认真 我跟这两个儿子讲 他很认真上节目 而且也很认真点眼药水 对而且就是说除了这个之外 就是平常会买那个玩具 都是比如说超商的玩具 面包店的玩具 除了真的钱给他 那个游戏钱会给他 让他知道 他对钱有概念 要开始建立概念 会 就是大儿子如果去百合公司 他不会像其他小朋友一样 这个也想买 那个也想买 他通常是拿了一个之后 要结账之前又放回去 要花钱啊 嗯 对 他其实反而会这样 如果你早一点教他 所以我们小孩子不会说 那你到底跟他讲 哇哇哇车马费是多少 我是没有讲 哈哈哈哈 哇他看起来也蛮省的 蛮理智的 那是因为我们跟他讲说 这个钱是工作而来 你看妈妈有去上电视 我如果哇哇哇在播出的时候 我都叫他来看 你看妈妈有去上电视才有收入啊 对 对而且都讲到讲到流汗耶 他都讲说妈妈我也不喜欢 那个吃地瓜叶 哈哈哈哈 有一次默默的经过 他听到我在讲空心菜跟地瓜叶 他就默默一句说 妈妈我也不喜欢吃地瓜叶 可是三中奶奶一直叫我吃地瓜叶 可是很窝心 对就是你会知道有互动 他有认真在看 他知道你喜欢吃空心菜吗 有有他非常知道 哈哈哈哈